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有时想 放空一趟 转个身背对着窗 不接触 别人的肩膀 自己帮自己 成长 暴风雨一场 我看到了阳光和那坚强的模样 人生的路上 隐藏那份倔强 是爱为我擦上翅膀 你光飞翔会更有力量 我知道我要去的方向 只要放下心中的脆弱和悲伤 就能痛快地大声歌唱 迷光飞翔会燃烈闪亮 我知道幸福就在梦想 只要带上全部的执着和坚强 就能无限地接近梦想 你光飞翔 不太好使用 不太好使用 不太好 把他把他弄到 放在一步 太大了 就会均匀 我对了 太大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琪是你的儿子 你要管管小琪的 小琪的成长你要负责任的 你是不是想 让小琪一直就让我跟你爸带着 妈 我没有 你看看 我们都年纪大了 我们这么晚带小琪 我们带不动的 你现在出去工作 我们体谅你 可是你这样忙忙忙 你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啊 我今天才发现 是个很糟糕的人 糟糕的妈妈 糟糕的媳妇 糟糕的孙女 你说说 为什么便宜的生米 做成饭团 价钱就可以卖出 比它高好几倍了 因为生米 忍受得用水洗 用手搓 还要熬过蒸笼里边的高温 才能变成饭团上市场 受到顾客的欢迎呢 其实人生啊 就像生米一样 总会遇到很多辛苦事 如果你现在放弃了 如果你现在放弃了 那就像蒸笼里熬不住高温的饭团 变成家生饭 既不好吃也卖不出去 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 比那个生米值钱的多 难道你想这样过一辈子吗 你记住了 不管黑夜有多长 天总会亮 小七丢了 奶奶应该比我更担心 更着急 我都没有顾及到奶奶的心情 还在一直埋怨你 是我错了 我每次犯错都让奶奶担心 让奶奶伤心难过 他为了我 他为了我 这都这么辛苦 你可别这么想 正因为我有了 要替我们珍珠 折缝大妹的这个信念啊 才让我活到了现在 如果没有你 我早要倒下去 你想一想 你爸爸年轻轻的就走了 你叔叔 又成了那个样子 如果没你 你说奶奶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呢 奶奶是因为有你 才能活着的 你是奶奶的命根子 因为你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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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昨天晚上是我不好 对不起啊 知道了就好 你昨天到底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可能最近事太多了 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了 所以昨天太着急了 就让你生气了 过去了就过去了 以后晚回来 记得给家里打电话 收拾收拾 一会儿就吃饭团 珍珠 早 萨子 怎么那么多饭团啊 你做的 尝尝啊 好好吃啊 谁叫你做的 我奶奶 小时候小朋友去郊游 都有妈妈做的点心 我只有奶奶做的饭团 所以一吃到饭团 就会想起我妈 我吃饭团 我之前经常骂的 对你很过分 对不起啊 我吃咋了 海子啊 多吃一点儿 边读书边工作很辛苦的 吃少了身体不好 妈 你就别担心了 我还这么年轻 就这得算什么呀 好多同学都跟我一样的 你跟别人比什么呀 你是你 把身体搞好最重要 你妈说得对了 赶快吃啊 吃完了 早点出门 我得赶在珍珠上班之前 到河家去看看她 这两天一直没有联系 也不回来看我 我担心啊她会有什么事 妈 珍珠能出什么事啊 我昨天珍珠的脸色 看上去很奇怪 奇怪什么 你别胡说八道了 我说是真的 那我更要去看看她了 妈 我今天早上请了假 想去看本山呢 要不您跟我一块去 我这 您看咱俩的时间 好不容易能凑到一块 您就陪我去吧 珍珠没事的 那 那也行 那咱俩就一块去看本山吧 来 我再给您盛一碗 妈 我也给您盛一碗吧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我够了 我够了 我今天感觉好多了 是吗 那就好啊 你去忙你的吧 陪你出去走走 可风 老师 师母 可风 下午的会议报告 你去准备一下 我一会儿来找你 这是您一样的资料 喂 妈 妈 我刚刚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不接啊 你吓死我了 你没事吧 好 没事就好 对了 妈 您今天是不是要透析啊 多休息 不要累着 好 没事 您不用担心我 很好 好 好 我知道了 妈妈 你也是啊 好 我待会儿收工 无论多晚我都会过去看您的 好吗 好的 那一会儿打电话给我啊 拜拜 珍珠 你资料怎么送得那么慢啊 您知道总监半小时前 已经在催了 对不起 今天挺好 走得不少路 来 歇会儿吧 你没看出来啊 林林现在正在跟别人比赛 比赛 上赛和谁比赛啊 林林说 可风现在心里已经有人了 你想啊 可风这么老实的人 她对那个女孩 已经死心塌地了 可想那个女孩肯定非常有心机 咱们要是再不帮帮林林 可风怎么能回到林林身边呢 还有这种事 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那可真得帮帮林林啊 可风喜欢的那个女孩是谁啊 不知道 林林也没说 就说是个穷酸吐气的女孩 这叫什么话 什么叫穷酸吐气 可风喜欢这个女孩子 肯定有她的道理 好了 你就叫着可风一起吃饭吧 好 我会跟她说的 不过还是我缺好 不过还是我缺好 我就跟可风说比较合适 也好 以为已经死去的母亲 不但没有死 还打算要她的肾 你配置得像是父母吗 可她确实是珍州的亲生母亲 要不要 乽冬 你看这个 是 谢谢 可风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好 师母先坐 你有时间吗 一会儿我要透析 晚上呢 琳琳要来看我 怕太晚她回去 我不放心 师母是希望我送她吗 不 不是 是晚上康院长 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 不能陪我们 我呢 透析后还要休息 所以 想让你陪琳琳吃个饭 可是我晚上要加班 那你也要吃饭呀 可风啊 师母是过来人 有些事情看得比你清楚 年轻人做选择 要慎着 不能盲目 有些人呢 需要时间的考验 凭着 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 会让人 后悔一辈子 所以我希望 你多给灵灵一些实景 师母知道 不该过问你个人感情的私事 可是我作为母亲 为了女儿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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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急诊 需要忙合处吗 师母 好 那我先忙了 妈 我来了 您今天怎么样啊 有没有好点啊 没事 挺好的 你忙呢 就不要来看我了 没事 我担心你嘛 我又不是第一次做偷袭 来 妈 吃个药 来 妈 您眼睛怎么那么红啊 我刚才 迷了眼 您不要吓我 您要是有什么不舒服 您一定要说出来 知道吗 我知道 妈 您看 我给您买了花 喜欢吗 喜欢 跟你一样漂亮 对了 可风在做手术 晚上也挺累的 要不 你去找他 一起吃个饭 那我吃完饭 就过来找你 去吧 我这儿有护士 再说 你爸也该来了 你也累了 快走吧 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知道了 那我走了 妈 再见 小心点儿 嗯 那我这儿有护士 我这儿有护士 你爸也该来了 他还能有护士 可风 你这儿有护士 你最后 看不见 你们就要 怎么办 现在 你太不用了 那没关系啊 我们去吃饭啊 那刚好你也可以休息一下 我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真的只是单纯地作为朋友 想要跟你吃一顿饭 真的有那么难吗 你不要想太多 我是真的很在想一个人静一静 没变的 那如果我是珍珠呢 你也会这样 如果你是珍珠 你就不会这么轻松地待在这里 你干吗 今天是我加班又不是你加班 明明可以在家里睡大觉 还要急什么热闹 那 那人家是新人嘛 趁现在多学习学习积累经验 将来才能进步得快一点 这旅游不错 这旅游不错 好吧 办公室那家伙太不靠谱了 以后就跟着我吧 来来来 这一关不准 咱们树不接待 来来来 赶紧 赶紧 快走 走两步 走两步 来 去别地儿吧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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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又不是不给你钱吃 你有完没完 赶紧走 走 你干吗 凭什么推人 别让我走 我的餐馆 爱周得谁是我的事吧 跟你有关系吗 知道多少人一建这个穴子 转头就走吗 少做多少生意你知道吗 那你也不能推人了 你给他道歉 湘玉给他道歉 我给他道歉 你脑子有病吧 赶紧走走走 你别推我 一场人份那么热闹 就一起拍张照 来 仁娜 吓一下 你干吗 你干吗 干吗 你干吗 什么东西 这 不好意思 还没介绍呢 老板你好 我是好生活杂志社的编辑高然 我们杂志社专门介绍 周边好吃好玩的新鲜地方 有着广大的读者群体 今天路过您这篇宝地 看到您的餐厅那么气派 想推荐给我们读者 那标题呢我就帮您写 全国最厌恶的餐厅 副标题是什么呢 我想和您商量一下 针对老板您欺世残疾人 违法和谐社会理念的所作所为 做最深入的专题报道 配图呢我就帮您配上 我刚刚帮您派那张神奇国蟹特写 按照我们杂志最近几个月 不错的销售量 我保证您棒 一盘 双双 赶紧来 来来来来来来 赶紧赶紧 给 给准备年轻人找个位子坐 来 赶赶赶赶赶 高 高级酒是吧 你好 你好 高级酒 刚才完全是误物 我相信是误物不对 你知道我们这里边人太多了 我说上那边坐吧 地上又滑 你看 老板 我告诉你 我家离这里很近 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 太欢迎了 太欢迎了 那我相信以后 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老板 对不对 那好 我们俩有事先走了 祝你生意新闻 先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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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等我 走好 高级酒 最近的工作量会比较大 所以今天是休息日 也要大家来加班 辛苦大家了 但是你们的努力 一定会有回报的 具体的奖励方案 已经报到老板那边了 所以大家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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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总 您看一下这个 等一下 喂 我是 什么 妈又晕倒了 好的好的 我现在马上过来 珍珠 这是我刚刚整理完的 亚洲市场调查数据 麻烦你看完之后 给出分析结论 喂 我跟你说话呢 丁老师 我想请你几个小时的假 你怎么又请假啊 我家里突然有点急事 我家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 连请假的原因也说不清楚 我怎么答应你 尤其现在这个关键时期 每个员工都在加班赶工的 这个时候你要请假 总有点充分的理由吧 对不起啊 丁老师 我真的不是想透了 我真的是想透了 有其事 珍珠啊 你从今那份全情投入的热情 到哪儿去了 进了设计部 态度反而变得松懈 好啊 你也走吧 那我不来 就不接着丁老师 小白 总监 是 抓紧时间 把分析报告交上来 好 还有 多花点精力 在工作上好吗 是 喂 照片整理好了吗 喂 照片整理好了吗 喂 照片呢 都放在U盘里了 二人多 怎么办呀 我现在都怀疑自己 没法当个好记者 为什么这么想啊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 不单要做好报道 还要有临危不乱的素质 就像你 互惑地过游的事件 还有 刚刚 教训那个餐馆老板 你说的是有点道理 不过这不是 一天半天就能做到的 这需要人身的磨练 而且除了这个 天赋也很重要 好 我说你干吗那么捧我 是不是又失求过了 没有 没有 好 我知道了 你想早点下班是吗 早点说嘛 我也是一个很开明的小租卦 我也想早点下班 不过我还听报道要完成 那 要不一会儿 我们吃个晚饭吧 你介绍工作给我 我还没好好信你呢 一会儿我请客 工资还没有发了请什么客呀 介绍工作小事一桩 我告诉你 帮你就是帮珍珠 帮珍珠就是帮我家人 也就等于帮我自己 明白了吗 你就不用请了 省着电话 那一会儿你干吗呀 我昨晚又失眠 等一会儿我就回家睡觉了 要不等你睡醒了 我们再吃饭吧 再说吧 那又什么说定了 你睡醒了给我打电话 你到底想不想下班呢 这份稿子帮我和对一下 快 喂 喂 康总 我有些事情想跟你汇报 我 我现在很忙 你把现在打给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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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做饭呢 我都等不及了 好 二叔 我有饼干我拿给你吃 好啊 我说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爱情啊 你的干儿子你的干弟弟 勤奋工作一个早上 你们就不能关心一下吗 现在的年轻人哪 真是娇气 像我们那个时候 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学习 还得带孩子做饭 爸 叔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费 爸 你这话就不对了 休假是为了走得更长远 你知道假期对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有多重要你知道吗 你这当老板呢 是不会明白的 臭小子 敢取笑我 童人 你要是真的饿了 广廷有珍珠包的饭团 饭团 他哪个性质做饭团呢 他不是哪儿来的性质 听珊珊说 他好像小妈妈了 所以才包的饭团 对了 昨天好像是珍珠妈妈的忌日 忌日 人活得好好哪儿来忌日 谁活得好好的 珍珠的妈妈 你是不是饿晕头了 胡说八道 珍珠说过多少遍了 他还没断奶 他妈妈就过世了 怎么好端端的 又多出个妈来 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 有一句话叫事事难预料 你知道吗 有些故事看上去是这样 但事实真相并不是这样 我说 你今天怎么吞吞嘟嘟的 能不能不卖官子 臭小子 你把话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也许是我潜意识的正义感 让我背叛珍珠了 再说那些人的丑恶行为 也应该给他曝光了 你知道昨天晚上珍珠 为什么会发那么大脾气吗 你们不觉得很反潮吗 因为珍珠的亲生妈妈 根本没有死 不但没有死而且活得好好的 可是 也许是天意吧 他很快会没命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现在出现 他需要珍珠来救他的命 现在你们明白了吗 对吧 病人休克了 准备急救 来 身上签速一号客 上浮讯计 准备电机 两百九二低下 通电完毕 两百九二第二次 通电完毕 两百九二第三次 通电完毕 应该没事了 谢谢你 客房 珍珠 请等一下 你是来看妈妈的 不想跟我谈谈吗 有话 去我办公室说吧 我就是我 老觉得她心里有事 她这心里啊 一定难受极了 每天还跟没事人似的 真是难为的 你们说 这些事如果放在我们男人身上 都未必挺得过去 何况她一个女孩子选 对了 前两天 珍珍晚上回来跟我说 她觉得珍珠有些不对劲 怎么想也想不到是这件事 你说这孩子 一件事见一件事 可不是吗 可不是吗 能吃饭能说话能走路已经很不容易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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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啊 没有一个指望的上的 好 好 来 你们三个来帮我一下呀 怎么了 你呢 刚才你都看见了吧 是不是吓着你了 别说是你 就连我这个 当了几十年的医生 见过无数生生死死的人 但就在刚才 我也是手足无措 因为躺在病床上的 是我最爱的人 你妈妈她 她的病人 体质跟别的病人不同 对血液透析 会产生严重的排斥 再加上病发的狭心症 所以每一次透析 她要冒很大的风险 都是在和死人搏斗 她随时都有可能 对不起 如果你要跟我说的是这些 那我要先走了 郑忠 你等等 我想请你 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不要在我面前装可怜 我是不会同情她的 在我眼里 她就是一个抛弃自己的孩子 现在却处心积虑地 要我去救她的坏人 珍珠你误会她了 你妈妈她什么都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是我 是我也是完美的 实际上 你妈妈刚刚得病的时候 曾经警告过我 她说如果我背着她去找你 跟你透露任何有关她的病情 她就会跟我离婚 她甚至说宁可自己死了 也绝不去找你 我看得出来 你妈妈在心里是爱你的 五指之头是我 我才是哪个 处心积虑的坏人 但你妈妈不是 其实她非常非常后悔 当初丢下你了 她经常背着我 拿着你的照片哭我 哭我 我想她心里的哭 一定不比你受 君主对不起 我很惭愧 让你们母女 在这样的境遇下相遇 可谓是万不得已 如果不是生死有关 我不可能向你提出 这样的要求 今天算是幸运 你慢慢地见回了一条命 可是下一次 主了 我爺爺更为公 esquer 一点点目的是 一点点提案 有试驼 echoes 为什么 乖句 不得 встрет 天哪 陈冲 我知道你要多不容易 我知道你心里有多少苦 可是你要很久和我一个人 所有的错 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他毕竟是你的轻生武器 你有什么话 你先起来说吧 珍珠 我求你了 求求你的妈妈 求你的救命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难道你不想 不想跟你妈妈 救你了 珍珠 你了 都几点了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小姐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里有一位 叫珍珠的员工 还在里面吗 你有什么事吗 我联系不到他 你能帮我问一下吗 好的 您稍等一下 这里有位先生要找珍珠 他在吗 好的 我知道了 先生 珍珠今天下午就已经请假走了 您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 好 谢谢啊 好的 不用谢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零零 没差矣 没差矣 好 剛剛看我的媽媽出來 不要太擔心 她應該很快就會康復的 我知道 我知道妳擔心媽媽 沒有幾天好吃好睡的 自己的身體要注意 知道嗎 阿姨啊 您不用擔心我 我很好 就是好強 我知道最近 在妳身上發生了許多的事情 讓妳依然來承擔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妳好 我只想說 自己的身體要保重 知道嗎 阿姨啊時間也不早了 妳也累了吧 妳也快回去吧 沒事今天上了一天的班 確實有點累 但是我真的 我很不放心妳妳都瘦了 沒事的 我看我打電話給可楓讓她來陪妳 阿姨阿姨真的不用了 可楓她看了一天的病人 應該也很累了 我不想打擾她 妳還是那麼的貼心 好 那阿姨就先回去了 記得有任何事情隨時打電話給我 好嗎 好 好 阿姨走了 好 喂 喂 說話呀 喂 說話呀 你是幹什麼的 你是幹什麼的 這半夜三更的跑到這兒來看人家一個大姑娘 一看妳就不是個好人 妳趕緊走 要不然我就報警抓妳 死咪咪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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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霧 好 主題 好 冷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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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喻綿綿 我曾默默相感 誰在了度我新鮮 你何時出現 相信有緣的人會相見 在對的時間和對的地點 相信相愛的人會遇見 不管這需要多久多遠 相信只需要耐心一點 有緣的人會得偿所願 相信只需要蒼亮雙眼 有愛的心不需要語言 有愛的人不需要語言 我愛的人不需要語言 我愛的人不需要語言 是隨時要頂下去 就這樣教學 我愛的人不需要求語言 算成是有心不需要語言 你不會想投資 多久